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遗产 故事一开始,丈夫小明病故死了 她的房子里只剩下了妻子小美和小美的婆婆 以及一个并未交代身份的小男孩 男孩最喜欢躲在角落里吓唬人 奈何婆婆总反应不过来 总是在小孩做完鬼脸之后才会回头 就在小孩将要吓唬小美的时候 却发现小美的后面突然凭空出现了一个男人 吓得小孩赶紧跑到了床底下 这个男人就是去世的小明 小明看似很气愤的样子拉起小美脖子上的项链 当场将她放倒 正好路过的婆婆看见了这一切 于是赶紧救下了小美 第二天小美就思考这个事情 她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摔倒时 会跟锁猴的感觉一样 很明显她并没有看见小明的鬼魂 婆婆表示应该是房子里有鬼 但是小美并不相信 然后婆婆就赶紧去祭奠了一下她的儿子小明 看来婆婆已经意识到那只鬼就是自己的儿子了 因为小明生前家暴小美成瘾 所以死后忍不忘初心 一天不打媳妇就浑身难受 所以她每天坚持回家 打完小美之后才能舒心的离开 这一天早上小明的鬼魂又翻进了小美的被窝里 把小美推到了床底下一顿毒打 小美受不了了就想起了前两天婆婆说的话 小美去寻求婆婆的帮助 婆婆办事利索 当晚就找到了几个驱鬼人来到了家里 驱鬼人拿起小明的照片 并把照片摔碎了 小美跟婆婆下了一大跳 但是驱鬼人不以为然 还莫名其妙的问小美 你儿子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小美也是懵了 什么儿子我没有儿子啊 这时小明的鬼魂再次出现 当场结果掉了驱鬼人 再然后整个房子就开始震动 吓得小美婆婆还有小孩赶紧往楼上跑 婆婆让小美赶紧给小明道歉 但是小美很不服气 为什么小明家暴 自己还得和她道歉 就在小美郁闷的时候 房子突然开了 然后小美就被小明的鬼魂一吨爆打 就在小美顶不住的时候 小孩突然出现了 婆婆见状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小明的父亲在生前也喜欢家暴 正因为看多了父亲家暴的画面 所以小明才会被影响 婆婆把小明小时候的照片挂在胸前 因为这样自己才可以想起来 那个单纯的小明 看这照片我们才明白 原来小孩就是小时候的小明 婆婆忏悔完之后 怒气冲天的小明恢复了正常 故事的最后 小美和婆婆搬了家 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这个故事也告诉了我们家和万事兴 能商讨解决的事情千万不要出来